大南七口城口台中有一個由國際教育提供團隊經營的大圍 以七頭麵來教小朋友國際提示 希望擁有其方式來提供小孩對國際的興趣 已經在家裡的時候是推出動立基海提供客廳 去應家中來帶小朋友成功參加 小孩在肚子上將七頭麵車放出離玩到小孩 但這車不是普通的七頭麵 是有專業的科技教育提供團隊老師和小朋友用手提供人家 和上一條手麵做出來的彈力車 團隊自點在大南火車頭邊的七口城口 只要辦體驗外面就請多多家長帶小孩來參加 有家長說因為希望小孩從小和背後不一樣的興趣 所以帶來這裡體驗 現在中班大概四歲多 我們只要有看到課程都會參加 就是好像有什麼不一樣的體驗 什麼樣子 組裝 好玩對不對 對 特別來玩的小孩是說 貼到他們從小都玩過 但是這個動立基海提供客 是跟他們當腦筋做一台可以的車 他感覺心色有個味道 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彈力車 橡皮筋 跟昨天這個齒輪 就是組裝跟開始玩的時候就很好玩 在現場做教學的老師穗明 他是一個專門在提供科技教學的團隊 希望帶小孩用休息的方式來學習 請求工作彈力車的課 主要是要給孩子來了解六的原理 另外要透過引導的方式來背 用學生創新思維的能力 我們是自由創生的團隊 然後目前是在做科技教育 那現在其實也有帶進學校 彈力車的意思就是彈力這個動力來源 那對 所以動力來源會引導出 可能我們會先問小朋友 可能他會舉例出其他的能源 可能水利或是風利等等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就是任何零部件的改裝 都會影響到車子的效果 那我們不會去跟小朋友說 哪裡不能裝哪裡 我們會讓他自己去發現說 喔 裝這裡他會更好 或是會發現車子跑不動 所以光這一點就會學習到 他的反思的能力 那再來是可能輪胎的摩擦力等等的 讓他們使用科技的工具 去更認識現在的趨勢 雖然科技越來越量力生活 新的一代自小學學科技 第一是不會用族性授用 是越來越受到重視 團隊的努力就是希望 可以用好勝的方式 提供小朋友對科技的興趣 提供科技發的未來做好準備 今次用科技授用報導 今次用科技授用報導